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過去大半年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度 一直在各個總統大選的民意調查中 落後於他的主要對手 民主黨的拜登 但是去到最新一次的民調結果顯示 特朗普的支持度 終於反超前拜登 這次的民調 是由Sunday Express 即是星期日快報所做的 他們調查結果反映出 特朗普的支持度已經升到48% 而拜登只剩下46% 即是特朗普反超前2% 當然 可能有些人都會質疑 究竟這個民調結果可不可信 是否個別例子 即是所謂的孤例 每個機構查出來都是拜登領先 為何這次由特朗普領先 我們又看看另一個最近公布的民調結果 這個民調機構叫做Amazon 結果顯示 拜登支持度有50% 而特朗普也有46% 拜登的領先幅度 就收窄到只有4% 故此可以顯示 其實在不同的民調機構所做的結果當中 其實特朗普的支持度 都是有上升趨勢 故此可以反映出 星期日快報所做的民調結果 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並不是亂天花亂聚 亂吹水 憑空想像獵造出來 為何特朗普的支持度會升得那麼厲害呢 原來主要集中在兩個關鍵的因素 第一 就是在搖擺的州份 特朗普目前佔了優勢 在佛羅里達州 愛河華州 密歇根州 明尼蘇達州 賓夕凡尼亞州 以及威斯康星州 這六個搖擺州份 特朗普的支持度 就是介乎43%至48% 就是領先拜登 按照這個趨勢來估計 特朗普可以獲得309張選舉人票 拜登只有229張 好了 講到另一個關鍵因素就是 就是 在黑人的支持度方面 特朗普升到20% 而拜登只有77% 這個數字就是非常之厲害 因為就算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當中 特朗普在黑人當中的支持度 都只是有8% 現在就升到20% 這個是相當之令人驚訝的數字 當然 為什麼特朗普在黑人當中的支持度 會大幅上升呢? 主要就是受惠於 所謂Black Lives Matter 所謂黑人的命也使命的運動 就結束了 這個所謂Black Lives Matter的運動 演化到最後的時候 其實是一些騷亂 純粹一些動亂 大失民心 因為很多示威者 就走了去打劫商� 互利彈道 而且有部分傳聞說 有些示威者是受到個別國家的領事館人員鼓動 當然官方來說 都沒有證據 他們官方也沒有說這個說法 主要集中在部分美國媒體 有作出類似指控 當然美國是一個法治國家 如果沒有確實證據的話 他們都不會亂說 所以官方就沒有提 此外 這個席卷全美國的示威活動 後期就有媒體發現到 原來背後拆動的 就叫做Antifa組織 叫做反法西斯運動組織 他們同時也有一班人 是共產主義的支持者 搞到最後 示威者又走去 下燒美國國旗 就跟示威的原意 完全是背離了 是扭曲了 原本他們去示威 那個目的就是為了反對警暴 後來的警察也跪下認錯 諸如此類 那你去燒美國國旗 又去支持共產主義 完全不是那回事 所以後來就搞到 這個示威活動無疾而終 收了檔 最後一件事就是 這些示威活動演得最激烈的 主要是集中在民主黨執政的州份 當然共和黨執政的州份 都有受到波及 但是很快都平息得到 而且在民主黨執政的州份 當中 示威活動到最後就演變成為搶掠 民主黨擺明就是平息不力 而且紐約州長的女兒還被發現到 加入了在示威的行列當中 為什麼你執政的時候都要去示威呢 奇怪了 你執政黨來的 你還去加入這些示威 是不是要為了對於特朗普的施政 是要予以重擊呢 是不是要特朗普的民望呢 很難免會令人有這種聯想和質疑 當然是與不是 大家見仁見智 故此就很難免 特朗普在黑人當中的支持度 是升得那麼厲害的 可能有些人他們都會去反思一下 究竟這一班示威者 究竟是真的支持他們 抑或是純粹利用他們 到最後就演變成為搶掠活動 而且還九不八 又反思西斯 又支持共產主義 又燒美國國旗 跟這些是支持黑人有什麼關係呢 另外來說 剛才我們所說的六個搖擺州份 其實有四個州份 密歇根州 明尼蘇達州 賓州 和威斯康星州 都是民主黨執政的州份 所以可以解釋得到 這個Black Lives Matter 搞到最後變成一鑊足 令特朗普有些受惠 另一個就是 處理疫情方面 所以特朗普也有改善 本來在初期的時候 他也是為人救病的 整天就說 這個疫情很輕驚 跟普通的流行性感冒 是沒有分別的 後來就被人罵得很厲害了 現在他終於改口了 而在前陣子 特朗普也聽從了福奇博士的建議 就是在公開場合戴上了口罩 之前他一直不肯戴 每個人戴他都不戴 非常困難 但是現在為了提升民望 都沒有辦法 因為他也要向市民顯示出 他也是有份參與防疫工作 不要像狗流流一樣 而且他也停止了 和福奇博士的馬戰 因為前陣子他跟別人爭論 面紅耳綠 又說要把別人炒魷魚 又說別人阻礙重啟經濟 總之特朗普現在都不再提這些 總之防疫工作方面 就是信任福奇博士 因為他都沒得選 因為你就算強行重啟經濟又如何 你一天都未平息得到的時候 對於很多長者來說 都是相當之有危機 現在在疫情處理方面有改善 所以民望提升 使得他和拜登之間的差距收窄 絕對是有即可尋 第三個主要因素 就是他對於中國的措施 日趨強硬 之前他一直都是非常 顧忌著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因為在今年的年頭的時候 他才是簽訂了 當時特朗普非常之禁慶高采烈 而且就當成了一個封攻遺跡 若然沒有這個疫情的話 而中國亦肯兌現承諾的話 那真的對於美國經濟 有一個非常之重大的提振作用 因為要在兩年之內 買夠兩千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 但結果是怎樣大家都知道 而且疫情和全球大流行 使得全球的經濟都下行 中國自己本身都搞不定 哪有錢呢 買你的東西才行 除了農產品之外 那些是局購買的 到現在 特朗普總之都不再顧忌 這些什麼貿易協定 而且對華的措施又越來越強烈 比如說在對香港的議題上 他很果斷地取消了 即是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 當然在香港問題上 特朗普就是看著中國來吃 若然中國肯讓步 他就是會打蛇蟋棍上 若然中國不肯讓步 好像現在這樣 他就實施制裁 而且制裁不單只是美國本身 很多國家都實施制裁 包括取消引渡協議 昨晚就連法國都取消了 本來法國的簽署 好了還未執行 但是現在又不執行 香港是不是變成了逃犯天堂 請問你特區政府 不單只是取消引渡協議 這些司法互助的東西 在軍民兩用的科技制裁上 五眼聯盟的五個國家 全部都不出口來香港了 那你運誰來輸入高科技的產品呢 而且歐盟都說明 說不會對香港再輸出那些 和鎮壓人民 或者監控人民有關的科技 那你現在香港去哪裡輸入那些 軍民兩用的敏感高科技呢 去老窩嗎?巴勒斯坦嗎? 還是去哪裡?伊朗嗎? 當然是離譜 笑死人 好了 另外 在南海和台灣問題上 美國都是繼續保持著強硬 所以 他對華強硬 就是有一個行動做了出來 你相比起拜登 拜登就只有一個講字 而且他過往的往績 被人看得到 他就是相當之親中 而且在他做副總統的八年期間 根本上沒有對過中國做一些什麼強硬的行動 所以如果只是鬥到底哪一個候選人對華強硬 一定是特朗普優先一些 所以特朗普的支持度和拜登逐漸收窄 就已經成為了一個趨勢 當然現在距離總統大選 都只是還有三個月的時間 到底走勢最終會不會是 有一個黃金交叉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